他靠三万元重振六十年家业 假日的金山老街拥挤不堪 在地人熟门熟路钻进宰相里的传统市场 为的是成绩老摊 传承三代六十余年的古札比 豆皮包裹着鱼浆内馅 在以低温油泡熟了 吃得到笔起的爽脆跟洋葱的清甜 他是成绩第三代 一手包鸡卷的功夫出生入化 手一弯一抹 不多不少刚好四两种 鸡卷里没有鸡 名称其实来自台语鸡羹 早年食物保存不易 吃不完的菜全包起来油炸 又成了一道佳肴 阿公阿嬷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我还没出生之前就已经在做了 成家早期卖鱼为生 后来将不讨喜的鲨鱼打成了姜 做成鸡卷跟烧卖 传到第二代陈宽正手里 又研发出各式点心 像是炸鱼条 浴丸 或者是搞缸的酥脚 他经常凌晨就起床披鱼 收摊后还得赶工做鸡卷 生意越做越旺 直到那一天 他就是回去睡午觉 然后人家打电话来说 有遗传进来的要不要去买鱼货 那我妈妈去叫他 叫我爸爸起来 起来说来到这边 说哪里啊哪里有鱼货 他要去买 来到这边 就倒下去了 就这样子就走 就大条金就 就过世了 父亲奏事那一年 陈金山才十三岁 马上接手摊上的粗活 从小做怕了的他 毕业后选择逃离家乡 老滩因此歇业近十年 直到年近四十 他感叹职场现实 老板只要跟你讲一句话 最近生意不好 你就是鼻子摸着 马上就要走了 为了妻女 他带着三万元返箱 重启老滩 他改良做法 口感更好 又陆续增加了三色烧卖等产品 口感比较好 因为小朋友都很喜欢吃 对 上次我们来太晚了 结果买不到 所以直接是有跟他拿名片 特地先打电话来 不但顾客陆续回笼 当初反对的老婆 也回来一起打拼 一条不起眼的鸡卷 卷起了三代手艺 也紧紧卷系起了这家人